那么在一切法门里面 特别是末法 我们要相信佛的话 不要相信自己的想象 想象全错了 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 说佛我们的目的何在 就是想成佛 这个想法一点都不错 想归想 成佛可不是容易事情 要把三大类的烦恼断得干干净净 就成佛了 你试试看 你能断得了吗 亲情你能看破吗 这最困难的 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 你能不生气吗 这都是考验呢 几句话不好听 就发脾气了 就不高兴了 假的不是真的 凡夫啊 佛法是来真的 不是来假的 赞叹你 就觉得很高兴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那个轻轻的小风一吹 你就动了 你要练到霸风吹不动了 这个霸风就说 我们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切人死我的诱惑 你都能如如不动 这是真功夫 一动 心一动 就是忘心 忘心就起烦恼 贪嗔嗔 贪嗔痴慢 起来了 顺自己意思 贪爱 不顺自己意思 怨恨 这就造业了 修行功夫 就是如如不动 我们看产丁宝训 里面有很多 老师对学生的考试 考验 故意 给小生难看 洗几水 倒置这个人一生 把他赶出去 学生 恭恭敬敬 赶出去 不能不出去 出去躲在外面 听老和尚里的说法 不离开 别人觉得老和尚对这位修生 怎么讨厌到这种程度 一点前面都不给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偷听 老和尚知道 过几天老和尚宣布传法 他传个谁呢 他不赶紧 讲到 老和尚宣布传法 老和尚宣布传法 外面那个偷听的前进来 罚传给他了 才知道啊 种种都是考验 这无腻的态度对你 你有没有怨恨 你能不能辨别是非 这老和尚真有道德 那东西想的真好啊 他对我态度不好 算了 我不听他的了 我走了 那机会就失掉了 真正的善知识 不伴入达嘛 都不走啊 那真的了不是假的 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千万不要以为 这老师对这个修审 没有一句好话 没有一张好面孔给他看 说不定老师早就看中他了 时时刻刻考验他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伴考验 他全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他不肯离开这个道场 他非常认真学习 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转给他 老和尚退位 请他来领终 经得起考验了 在五灯会员里头 船灯录里头 阿高僧传里面都能看到 在五灯会员里头 都能够带起来 到五灯会员里头 在五灯会员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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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灯会员里头